现在我们学习四十二式太极拳第二组的四个动作 也就是拳套动作的第七动到第十动 首先请看一下这四个动作的连贯演示 这四个动作 下面我们进行这四个动作的分解教学示范 第七动作撇身锤 一撇脚分手 二收脚握拳合手 三上步举拳 四公步撇拳 第八动捋脊是 一扣脚穿扎 二公腿磨扎 三收脚后捋 四上步搭手 五公步前脊 方向是东南方 六扣脚穿手 七公腿磨扎 八收脚驴手 九上步搭手 十公步前脊 一扣脚 方向是东北 方向是东北 第九动 进步搬拦锤 一扣脚 一扣脚 一扣脚转腰分手 二收脚合手握拳 三摆脚 三摆脚上步搬拳 四收拳 收脚 五上步拦掌 六公步打拳 第十动如风四壁 一穿手搬掌 二坐腿后引 三 公腿 收脚 钉步 前按 好 下面我再讲一下 这几个动作的要领 在这一组动作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手型 拳 拳 五指 须握于掌心 握力不可以太紧 也不要太松 拳面要平 拳掌勾 是太极拳练习当中的三种主要手型 手法 我们这四个动作当中 出现了撇拳 撇拳 是用拳背 力点在拳背 劈头盖脸 撇打 打击对方头部 把拳举起来 把拳举起来 翻打 对方的头部 这叫做撇拳 武术里面 第二种拳法出现的是叫做搬拦锤的搬拳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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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打 搬的意思是隔挡 搬 搬也是主挡 搬和搬都是防守的手法 在长拳里面 在长拳里面 叫做隔挡 向外 叫搬 向内 叫拦 我们这个动作在出现的是 用拳去搬 用掌去拦 最后 乘势 向前冲打 反弓 我们在这个驴脊式里面 又重复出现了驴和脊的动作 在上一小节礼当中 蓝雀尾已经出现了驴和脊 驴就是顺势把对方拉回来 脊呢是顺势贴住对方把脊送出去 驴的动作 两手力点在两掌 挤的动作在前手的前臂的外侧 当然要随着重心的向后 向前 再移动 如风四壁 请不吝点赞 由 되는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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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